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退出经济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要减少 以至于到最后要取消对于市场的任意干预 它的干预把市场规律全打乱了 把市场秩序全打乱了 我们看一下房地产市场就知道了 房地产市场上现在有什么秩序 乱了套了已经 不仅房地产市场的秩序乱了 现在社会秩序都乱了 就要这房子给闹的 大家去离婚 连社会秩序都乱了 我是离不了了 岁数太大 他离了以后他又出一个规则 他单身也限购 你把社会秩序都打乱了 你跟我说什么市场秩序啊 你跟我说什么社会秩序啊 你这只闲不住的手在那乱伸乱摸 市场本身是可以建立起秩序的 大家不要以为秩序一定就是警察建立的 没那回事 在警察出现很久很久以前 在中国的古代 在世界上的古代 很早很早就有市场了 而且市场上都有秩序 这是一种自发的秩序 这是在市场交易者之间 他们形成的一种 对于规则的共同认可 因为认可这样的规则 可以使交易的各方 从交易中获利 所以不要一讲秩序 就是政府恰恰相反 政府伸手的时候 他在破坏市场秩序 所以为了建立市场秩序 首先要管住这只政府 这只闲不住的手 要减少 要控制政府对市场的任意干预 大多数的这些干预 通通是违法的 法律上你根本查不到依据的 房屋限购有什么法律依据 你给我说说 什么时候人大讨论过法律 可以允许政府房屋限购 哪有法律条文 你拿出来我看看 对吧 大多数这种任意的干预 都是违法的 政府退出市场的 第二个含义 是国企退出市场 因为国企在市场上 它是不平等竞争 它破坏了市场秩序 国企它是政治动物 它不是商业动物 它经营的时候 它威力也可以做 它甚至亏损也可以做 因为领导交给他的任务 不是赚钱 领导交给的任务是 社会安定 社会稳定 它如果把国企一关门 有很多人就要失业 这个社会就不稳定了 所以它可以不计成本的 在市场待下去 于是市场优胜劣汰 这样的法则就不能起作用 就不能起作用 它产品价格卖得很低 你怎么跟它竞争 它不计成本 你怎么跟它竞争 所以我们有一些行业 就是因为大国企业 往那一坐 即使没有市场准入壁垒 民营企业也不敢进去 因为进去震惊不过它 人家不计成本 人家还有国有银行的贷款 它是非商业机构 在市场中竞争 破坏市场秩序 市场法则没有办法建立起来 随意干预把这个市场预期打乱了 而市场预期是建立市场秩序 非常重要的基石 对吧 你说我们四万亿坑了多少企业 为什么四万亿留下了这么严重的后遗症 因为它把企业的预期打乱了 四万亿基建项目一上 钢铁厂忽然发现 说我原来最不赚钱的这个产品 现在变成最赚钱的了 我原来要淘汰的落后产能 罗文钢建筑用钢 我都要淘汰了 结果来了一个四万亿 发现我这个高端的产品 反而没有这种低端的产品赚钱 于是它就上这个低端产品的生产能力 现在通通被套牢 通通被套牢 水泥也被套进去 是吧 玻璃也被套进去 凡是跟四万亿有关 在四万亿的过程中 大量投产能上去 跟着政府走的 全都被套在里边 你这就是把企业的市场预期 全给打乱了 你造成多大的伤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